Hello大家好 我是雪飞 相信熟悉吉利产品的朋友一眼就认出来了 我身边这台就是吉利的D豪L 不过它和我之前体验的燃油版可完全不同 它是全新推出的吉利D豪L雷神混动版车型 而且也是首台搭载了吉利雷神HiX超级电魂 也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型 提到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的紧急机轿车 不得不提的肯定就是比亚迪的琴普拉斯DMI了 这台车相比起来表现如何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吧 那稍微有点遗憾呢 就是我们今天这是一个静态的体验 所以就没办法把车开起来了 不过呢我还是想从这个动力系统间聊起 毕竟是这台车最重要的部分 那首先插电混动车型嘛 它是有充电口的 在左前翼子板这个位置是一个慢充的口 那官方给这台车的纯电续航里程是超过100公里 那这个数值啊 如果你在家或者公司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充电桩 那同时呢你的上下班距离不是很远的话 那基本上可以把这台车当做一个纯电车去用 那整体的用车成本肯定是进一步降低的 那整个动力系统呢就是由一台1.5T的发动机 搭配三档DHD Pro的变速箱组成的 那其中这个发动机啊最大功率是133千瓦 峰值扭矩是290牛米 那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参数有没有感到特别熟悉啊 没错啊之前东哥试驾的那台宾瑞库 它的动力参数和这台车是完全一样的 那在纯燃油状态下 这台发动机就可以让宾瑞库的0百加速时间达到7.1秒 而整个混合动力加持以后呢 这台车官方给出的0百加速时间是6.9秒 那我觉得这个动力参数已经不能说是够用了 那绝对是可以说很充沛了 而且它的整体加速时间也会比琴Plus DMI会更快一些 那同时呢这台车也搭载了和熊L雷神混动版车型一样的 三档DHD Pro的电驱变速箱 那在这个变速箱加持下呢 这台车可以在更宽的速度下实现发动机直驱车辆 所以整体的能源转化效率会更高一些 那官方给这台车的亏电油耗达到了3.8升每百公里 综合选氧里程甚至可以达到1300公里 所以整体的燃油精气性表现我觉得也是得到保证了 包括它的这个综合选氧里程甚至比琴Plus DMI还会更长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它的整体的动力系统肯定是很先进的 那至于实际表现如何啊 就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试驾活动吧 然后我们还是说回外观啊 那首先大家看到这个特别大面积的这个贯穿式的试板呢 应该就能认出这是一台B号L了 至于说实际效果如何啊 跟我之前评价燃油版车型一样 非常建议大家去看看实车在下结论 那说几点变化的点啊 那首先呢就是作为雷神混动版车型呢 它的logo变成了这种家族式的发光logo 那同时下部的这个试板啊 是从燃油版那个亮黑色的 变成了这种类似于磨砂灰的这种材质啊 那整体看起来我觉得质感会更好一些 那同时呢 边上的这个斜向的试板 它内部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造型呢 它其实也从白色变成了蓝色 那再加上这种三段式的灯组 包括说斜向的这个灯组 其实整体点亮以后 我觉得整体科技感确实是变得更强了一些的 那在车型侧面呢 这台车的尺寸和燃油版车型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轴距是2700毫米 车长呢超过4米7 它整体的尺寸啊 和秦普拉斯DMI是非常相近的 两者的差距微乎其微吧 而且整体侧面的造型呢 也没有明显变化 那如果一定要比的话 我觉得秦普拉斯DMI 可能看上去会更加厚实一点 而这台车呢 看上去更加秀气 然后有两点啊 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轮圈啊 它标配了一个17英寸的轮圈 不过目前我们这台车 它不是一个最终量产版的造型 最终量产版会是一个五幅式的刀锋的样式 同时让我们这台车配的是一个马牌的UC6轮胎 但我问了一下啊 实际量产版车型会标配一个加通的 然后偏向于节能舒适取向的那么一个轮胎 然后第二点啊 就是这台车的电池组采用了一个中置布局 然后布置在整个车的底部 当然它也是考虑到了包括整体的配重 包括安全性 包括车内的这个空间的考虑 而且我看一下啊 它在车底并没有明显的向下突出 所以它的整体的离地间隙也是得到保证的 那在说车里之前啊 我们补充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这台车的配色 那这台车用了一个官方称作叫 极光白的全新的配色 那大家从镜头里应该能看出来啊 它并不是一个纯白的颜色 而是和这个新外L雷神混动版很像的 一个发青色的颜色 那我觉得整体给人的质感是挺不错的 然后整个车尾呢 贯穿式的尾灯造型是没有什么明显变化的 而最明显的区别啊 就是它悬挂了雷神混动专用的这个标识 而且因为它是插电混动版车型嘛 所以它右边的这个标识 是用绿底的来体验自己的身份 整体来看啊 我觉得这台D豪L的雷神混动版车型呢 在保持燃油版车型这种不错的精致感的同时呢 加入这些细节也体现出了更强的这种科技感 给人整体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车内看看呗 内饰方面呢 整体这台车的内饰设计和燃油版车型是基本保持一致的 那我们说一些变化的点吧 那首先呢就是这个配色 那燃油版车型那个青色的配色啊 给我的印象就挺深的 而这台车呢 用了一个叫做三菱绿 然后再配米白色和黑色的这种撞色的配色 我觉得整体给人感觉依旧是那种比较清新的风格 这点我还是挺喜欢的 然后呢 在其他方面呢 中共台以及门板上这个试板 它也换成了这种全新的样式 上面是这种点阵式的布局啊 整体科技感会更强一些 那说到科技感啊 这台车从燃油版车型那个机械的设计 换成了一个全新造型的 比较小小的电子挡板 而且上面还带了这个雷神Hi-X的标识 那我整体我觉得这些细节的变化 还是挺然满意的 那其他在材质包含细节方面呢 这台车依旧延续了燃油版车型 就是非常大面积的这些软性材质的包袱 包括整个坐垫的填充也是比较柔软的 所以整台车车内给人的精致感 依旧是很在线的 那在多媒体方面啊 这台车依旧搭载这个10.25英寸的全新衣表 以及12.3英寸的悬浮式中共屏 中共屏内置的依旧是这个银河OS系统 那在基础的像操作流畅度反映速度上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一个主流的水平 而且它也支持云控制 包括Fota的全域升级 那唯一不同的是啊 这台车毕竟是一个插红板车型嘛 那它的驾驶模式 除了像之前的经济舒适运动以及智能以外 还增加了纯电EV模式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来选择 不过目前我看了一下啊 这台车的驾驶模式 依旧是需要到中控屏里边去点选的 那不知道未来上市以后 会不会还有所调整 那整体来看 我觉得这台车的前排 真的是依旧保持一个很高的水平 挑不出什么毛病 那接下来我们去后排体验一下空间吧 那在后排方面呢 就像刚才我说的啊 因为它的整个电池组是布置在车底部的 所以对车内的空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那我的身高是一米七五左右 前排已经调整好我的驾驶坐姿了 那腿部空间呢 两拳还有一定的富裕 头部空间距离最高处呢 是基本是三指这么一个水平 空间还是相对说比较宽敞的啊 包括后备箱 刚才我也看了一下 它除了说左侧会有一个小的电池组 占据了一小点空间以外呢 其他的整个储物能力 也是基本没受到影响的 再加上这个坐垫啊 它本身的填充 我觉得相对于前排座椅来讲 它会略微的更偏向于支撑性一点 但是它整体的坐垫的 包括角度 还有靠背的角度都是很合适的 所以整体的实用性 我觉得也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好了 那我觉得现在可以总结一下这台车了 我觉得这台车肯定是秦普拉斯DMI 一个非常有利的竞争对手 目前官方给出的数据来看呢 两者在加速时间 包括百公里油号站是非常接近的 部分参数呢 这台车还有一定的优势 那至于说到底谁实际上加速更快 谁百公里油号更低 那就是要等这台车实际上市以后 去做测试了 那我个人猜测啊 由于本身结构的问题呢 我个人预计这台车在 这个高速巡航过程中 它的油号可能会更低的 那不知道会不会打脸啊 那在静态体验方面呢 我觉得两台车也是不相上下的 那各自有各自的风格 我觉得说不上谁好谁坏 那最后的问题啊 就落到价格上了 那目前秦普拉斯DMI呢 官方给的售价呢 是11.18到15.18万元 而在拍摄的时候啊 我们这台车还没有公布售价 那它的燃油版车型啊 顶配车型售价是10.99万元 那我个人猜测啊 在此基础上 它的售价应该会加2到3万元 那要知道啊 它是一台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可以免得勾住税 而且在部分城市还能上绿牌 我觉得整体性价比肯定还是非常高的 那大家觉得这台车 实际售价应该是多少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 那整体的静态体验呢 就先到这里 我还是很期待 未来试驾一下这台车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